放刺就是把狀況最好的都往前挪 因為前面四棒看起來就是都左打 那當然正中左打的打者的狀況都不錯 那勢必還是要把他放在前面 就是不管對方的投手是左投 那我們就是把狀況好放在前面 比較有調整的就是第九棒的陳詩安 他換張優先嘛 因為畢竟就是更多的優打 那或許對我們更有利 對 唯一的想法是這樣子 嗯 投手 先發就是陳穆恆嘛 那當然鼓勵他盡量去面對打者盡量去投 那後面還有蠻多投手 像柏俊啊 曾偉成 還有宇 他們這幾個都會有機會的話就會上 那我希望說投手這方面就是不要保留 就是每一顆球都要盡全力去投 那因為七局的比賽而已 後面還有三四個投手可以去搭配的情況下 我相信可以應付這場球賽這樣子 對 今天有拍那個韓國的左投嗎 對 你有看到畫面了嗎 有有看到他的影片 那當然他的訴求 變化球各方面其實都有他的一定的水準 那也有針對他的一些 可以攻擊的一些策略 來跟選手提醒 讓選手看一下他的影片 那 提前讓他們知道嘛 那或許在他們腦海裡的情況下 可以事先準備好這樣子 對 那我看起來比較像哪一位台灣的高中生 這幾個人是做的 因為我們高中生本來就是 比較少左頭啦 那這個左頭身高 啊身材的厚度其實都蠻不錯的啦 那當然我們 今年像今年 台灣是沒有這種投手啦 對對對 可是還是鼓勵他們啦 因為畢竟去年世界盃 韓國約一個黃俊輸嘛 那也是蠻好的投手嘛 那也希望說 欸去年那麼好的投手 我們還是有辦法把他打下來的情況下 我們一樣朝這個方向去做努力這樣子 對